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六萬大獎 沙塵暴吞噬耶路撒冷 遠方的樹木幾乎快要看不見 遊客拿絲巾遮住口鼻 當地人紛紛戴上口罩 不止以色列約旦同樣身受其苦 醫院裡人滿為患 當地呼吸困難的病例暴增 甚至有人因此死亡 抵抗力產的老人家和小朋友 必須戴上氧氣面罩才能呼吸 小男生眼神痛苦 連大人也咳得不停 敘利亞 黎巴嫩 約旦 埃及 全被黃沙籠罩 車上積了厚厚一層細土 小朋友就在滾滾沙塵當中 跑來跑去 市區的居民為了上班 不得不出門 不得不得不出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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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塵暴的威力甚至影響 修列亞內戰 因為能見度太低攻擊行動叫停 當地氣象單位預測 沙塵暴現象可能得到10號才會停止 民眾還得等個兩天才能好好喘吐氣 記者 陳杰映報導